嗨 大家早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是久違的上班族VLOG 距離上一次好像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因為就是 你知道 結婚該忙的忙完了 蜜月也回來了 就開始正式回歸上班族生活 然後今天會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因為 今天應該會加班到11點 因為現在是八月了嘛 就要開始規劃一下下半年的賣出的KPI 雖然我已經寫好了 可是被公司駁回 說KPI寫得太保守 好的 然後今天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行事例 就是我每天的會議表 每天至少都會有三個會要開 然後今天要加班到11點的原因是 今天阿倫會來我們公司直播 所以就要加班到11點 對 應該這支影片不只記錄今天的生活啦 應該會記錄今天 就是這一週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一起看下去吧 然後因為有蠻多人有說 就是喜歡看我的上班族的VLOG啊 然後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會不會拍這種VLOG就很無聊 因為 就是我的上班生活嘛 可是大家就說喜歡這種就是看我三餐吃什麼啊 我 就是真正的韓國上班族的生活 所以我還是會定期的拍下去 那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說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會不會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是不是應該要多拍一些企劃才比較有趣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種上班族日常的話 別拜託留言跟我說 讓我有一個想法這樣 那總之 去上班吧 在這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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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總之 去上班 那總之 給我五個頓 下去吧 那是真的好人 從今天下班 下班 快速的化好妆 现在出来是午餐 天呐 最近很多真的热到爆炸 而且我刚看温度清晰 今天会到35度 但是我现在要去吃生鸡汤 因为韩国说 以热制热 越热的天就要吃越热的东西 身体才会好 走吧 最佳在我公司附近 每次都来吃 我每次都是点汉方的生鸡汤 然后是12000 就是人生酒加进去 然后各种小菜 但是蒜苔我的最爱超好吃 我通常都会夹超多蒜苔的 这些应该出现过在我影片里很多次吧 因为这间我觉得蛮爱吃的 其他的生鸡汤店都要点一只鸡 可是一只鸡通常量很多 而且又很贵 但是这间它有半只 但其实量超多 因为今天不是要加班到11点啊 吃一点补生的 天空好漂亮喔 但是现在韩国 34度 超热 好今天的工作结束了 耶 拜 目前11点半 走吧 午安 现在已经要12点了 昨天在公司留下来 然后直播 所以加班加到很晚 所以今天就是 中午才出发去上班 今天天气很阴 没有前几天这么热的感觉 然后晚上要跟 台湾的朋友见面 要去吃火锅 好累喔 真的年纪大了 晚睡的话 就是要好几天才能恢复的感觉 为什么一步要下雨的样子 不合理吧 排骨饺子 然后是四千 就是四千五 但是八千五 吃饱了 午餐只点了八千五 我刚刚大家说就是 我非常幼稚 因为我们午餐不是会付一万吗 然后就为了不让公司 赚到我任何一毛 所以我每次都会尽量点到一万 那我今天只点了八千五 嘿嘿 我刚刚先用手机点了咖啡 然后现在来拿咖啡 准备去上班咯 下班了 来找小白 大家还记得小白吗 发现别这么大只 你看他现在都认得我了 看到我都会有一把 现在到望远站了 明天台风天 然后现在有那种吹风系的感觉 我们去吃火锅啦 吃火锅 吃火锅 都假掉喔 对啊吃火锅 来一间 火锅店附近的咖啡厅 好安静喔 那个地质的茄子 真的很厉害 那是怎么办啊 有点YouTuber没关系的 你不要买这么多 不要买这么多 你不要这么多 太难受了 我怕我等一下忘记了 晚餐 今天是台风天 外面现在下大雨中 中午下班 然后昨天台风嘛 然后早上今天下了一整天雨 现在雨停了 然后刚刚我们做了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 就是因为下礼拜二是韩国放假 刚刚我们在三十分钟前就决定去福岡 真的是在三十分钟前订了机票 所以现在订了机票 就是饭店行李都还没整理 然后明天就要出发去机场 所以我们现在要趕快回家整理行李了 那是不是很疯狂 我跟阿哲两个人就是一个很即兴的人 然后没有计划的人 我们连去蜜月旅行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规划 就去了 现在回到家里附近了 嗨 嗨 我们要去吃晚餐 这个 辣排骨 现在在家附近 礼拜五可是没什么人 走吧 来吃辣棍排骨 这下是新开的吧 这边人蛮多的 才刚下班 现在才六点就很特慢了 单多长这个会蛮辣的 所以如果大家要吃的话就吃最辣的就好了 咚咚咚 超级辣 超级辣 如果很辣的话要放 可以放一点控制菜 你试试看它的 肥胖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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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当然就要吃烤饭啦 肥胖的晚餐 阿泽刚刚已经安排好大这上的行程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行李 阿泽要我带大的去 准备睡觉咯 这一次的Vlog到这边之处咯 拜拜 拜拜 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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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泽